我們看一下第三個 與前任的合照 我覺得這個在乎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因為這個 他們有交往過 他們一定會有合照 而且現在手機什麼 這麼的方便 哇 玉潔 四喔 五喔 四喔 五喔 五 封箱可 Open五 就是說如果它放在箱子裡 我可以忍受 不用丟掉 可是如果放在開放的地方 那個腰氣會散出來就不行 哇 這個目前分數最高耶 大家都不能忍受耶 對 對不對 對 而且你知道嗎 就是如果你交往的對象 是結過婚的 那個如果是還有婚紗照 那個真的是很慘 可是它不然婚紗照 那麼多錢拍的 要丟掉嗎 可是為什麼要留著呢 對啊 謝謝妳告訴我 因為以我這個年齡交往的 應該都有好多婚紗照 包含我自己都有啊 妳有覺得婚紗照 應該是結婚以後的 一個月就要銷毀 是 你知道美人姐 那個現在就是 她的問題就是很多攝影師 她都給她上傳 變成她的作品集 所以我那個時候 離婚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情 就趕快寫信給攝影師說 麻煩你把照片 拿下來 拿下來 OK 好 所以這個是有點 你五分喔 我覺得這是最有重 你不是很成熟嗎 我超成熟的 不是應該講 很多事情都有難度在 好比說 我跟你交往之後 你就必須要跟你的前 男友的那個關係 朋友群撤出 我覺得這很難做到嘛 或者說我們要去出遊的地方 我不能重複之前的 這個我覺得也很難做到 但是把手機的照片刪掉 或者是把這些東西刪掉 是最容易做的事情 可是你卻不做 這代表什麼 可是它不容易啊 不 我說在動作上來講 在意識上來講 是容易的 如果你今天覺得不容易 那就表示你心裡面 卡著一個很高的分數 但是有一件事情喔 就是我也會生氣 就是就算這個照片沒有對方 比方說你知道 他們兩個曾經去希臘玩 結果 他把所有跟這個女生 希臘的合照都刪掉 但是只剩他一個人在希臘 我還是會生氣 你這樣是不太成熟 可是我覺得各位我們扪心自問啊 你們願意為了一個新的人 就把之前的歷史跟照片都刪掉嗎 會封箱啦 會封箱啦 對嗎我覺得封箱就可以了 沒有我覺得至少數位是要 照片是可以刪掉 手機裡面的東西 你沒有必要在手機裡面 留下一個隨時可以讓你回憶的 那我可以把它弄到那個 那其實跟封箱是一樣的意思 封箱手機真的不OK 因為我覺得合照最大的問題是說 你知道嗎 就是內心的 有很多內心系 其實都可以躲避 但是感官刺激是沒有辦法做的 而且瞬間就會讓你理智線斷掉 所以這是最危險 所以各位 你為了跟現任的感情 要能夠繼續的進行下去 目前為止 跟前任的合照是犯了大忌諱 對不對 為什麼說要說 所以難怪他跑到第三名喔 OK 就是為什麼要講說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原因在這 因為看到的時候 是理智線立刻爆炸的 可是有時候臉書很討厭 臉書你自己可以刪 但是對方的你刪不掉 所以你就要想辦法不要去在乎這個事情 不然就會很危險 OK 好